這個他的活動叫做 兩岸青少年好家風好家訓的真文活動 那真文活動裡面 他內面內部也有寫到說 維護血脈相連的同胞情 這一些訊息 那我們看到第一屆 扳起來之後 然後呢 這個說他收到台灣的作品 有三百多件 那其中有15個台灣學生的得獎 因為還有這個學校老師 得起那個原資的選區 扳叫 板橋區的文德國小說 他們在官網貼出 有四個得獎學生的照片 大家想哇 那到底是寫什麼 我請教一下 如果說要得獎的作品 芝琪你覺得如果我寫什麼 殺豬拔毛的話 我有可能會獲獎嗎 當然不會啊 就是到最後你可能 兩岸血脈 這個相同等等等等的 共創美好未來 這種可能就會得獎 第一個我覺得 就是說我們剛剛從美國的狀況 談到現在中國的手法 就是說 儘管這個全球對於中國態度的那個架構 其實大概已經定的差不多 但是中國他也知道 可是他卻沒有在這個台灣問題上面 有任何的放鬆的這樣的態度 他仍然是透過軟的硬的 我通通都來 所以硬的飛機一直來 然後軟的呢 包括了農民22條啦 包括了啊我們兩岸血脈是一致的啦 我們要共創美好的未來啦等等 他會用這種軟性滲透 然後在你不查的狀態底下 慢慢的進入到你的社會 譬如說宗教 譬如說宗教他現在跟你說 啊線上我們大家一起聯合 聯合來辦一個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祭拜會啦等等 對線上進香啦 然後兩岸啊 你看我們都拜同樣的神啊 諸如此類 他會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來創造出一種 啊我們都一家的啊 他們很奇怪耶 可是之前不是說有一些 比方說信耶穌基督的 然後或者是說有一些觀音什麼神像 不都被拉下來嗎 所以現在只有馬祖可以是不是 要拆掉然後只能放習近平 可是現在他就會 逐漸的模糊掉 兩岸之間的那個界線 譬如說像這一次 這一個什麼寫作文的比賽 那學校的講法是說 因為我們都一直在鼓勵學生 要對外去參加就是參加國際上面的比賽 可是我真的覺得問號很多 因為通常我們小時候去參加那些比賽的時候 譬如說你畫畫啦 寫聲啦這種東西 如果它是牽涉到思想文化意識形態的這個東西 我的確認為學校你應該要有一個 比較警醒這樣子的 守門的這樣子的角色 當你看到人家在跟你徵求參賽同學 然後那個主軸叫做兩岸共同如何如何的時候 所以你就要有警覺的意識說 這會不會掉入了紅色的陷阱裡面 因為小朋友他的學習 然後他受到的這些資訊 當那個界線越來越模糊的時候 那就達到了對岸統戰這樣的一個目的 那會不會接下來進一步的有國安上面的疑慮 那個是台灣必須要正視 正就是要面對的 所以學這個校長還這樣哇頒發獎狀 哇好棒棒小朋友都去參加 對小朋友真的很棒棒 可是我希望說既然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 你是一個校長你就更應該對於這些事情 要有一顆敏感的這個神經 不要第一關結果就在你手中淪陷 我覺得這個會對不起台灣